本地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我和大家報告 本地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 昨天我們有一個 第一個個案 就是對新型冠狀病毒 呈一個陽性反應的病人 後來我們在晚上 在晚上做了新聞發布會議之後 也有一個病人 對新型冠狀病毒 予一個初步檢測 是一個陽性反應 我們在晚上出了新聞稿 跟大家回顧一下 第二個個案 這個病人 是一個56歲的男病人 是本地居民 過往身體都很好的 他在1月10日 去了武漢 自己一個人 1月19日 在武漢 坐飛機去到深圳 那個班機 就是中國國際航空 CA8279 在同一天 他就是經這個盧湖的口岸 就是搭這個港鐵 就是回香港 病人在1月18日開始發燒 但是沒有呼吸度感染的症狀 他1月19日去到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急症室求醫 當時無需入院 他1月21日回到急症室覆診 因為再去覆診的時候 他檢查到發燒的症狀 院方便安排病人入院 亦接受隔離的治療 他的病人也是由威爾斯親王醫院 轉去馬加列醫院 再接受隔離的治療 連同第一位的病人 總共是兩位的病人 他們現在都在進行病毒基因測序 來確定這兩位病人 是否真的感染了這個新型的冠狀病毒 結果我們預期今天就有了 確診的結果 對於這個第二位的病人 衛生防護中心也即時 昨天晚上都已經展開了 這個流行病學的調查 以及進行接觸者追蹤的工作 這個病人在前無期沒有去過醫療機構 濕街市或者海鮮市場 又沒有接觸過野生動物或者禽鳥的 或者是一些肺炎 或者上呼吸道感染病徵的病人 初步的調查 我們就發現病人和太太一起居住 在馬安山 亦都在1月10日至19日 剛才說過了 去過武漢探親 亦都病人在1月20日 曾經入住沙田的第二天酒店 我們亦都做相關接觸者的追蹤 目前我們連同第一位病人 這兩位初步檢測是對新型冠狀病毒情 營養性反應的病人 我們總共是追蹤到有三位密切接觸者 他們都已經做了隔離 亦都在今天稍後 我們會安排他們入住隔離檢疫營 另外亦都想提一提 就是那個 我們亦都是那個熱線 昨晚就開始了運作 去到12點 今天那個凌晨 我們的熱線是總共收到 有12個查詢的電話 另外就提一提就是 那個 健康申報 因為我們已經實施了對於武漢 過來香港那些航班的乘客 做健康申報 我們現在都是積極檢視著 我們希望可以擴大健康申報的範圍 就是去到高鐵那裡 最後一樣就是 因為我們隨著 那個有輸入懷疑的病人 就是高度懷疑的病人 還有我們也看回一些其他地方 比如澳門 有些病人的症狀 在最初都不是十分明顯的 所以我們都決定了 會更新我們那個情報的準則 現在我們那個 流行病害的準則 我們就會維持不變 但是在臨床的準則 我們就會擴大到 如果那個病人是符合 這個流行的情報的準則 另外如果他臨床是有發燒 或者是有這個呼吸道的症狀 或者是肺炎 我們都會是要求 我們是會擴大了 那個監測的範圍 我們今天也會去信醫生 所有的醫生 通知他們有關這個改變 你可以在一起 說要決定 paste 在那個案 regular Silva 說要是有關姐的 為了 甚麼 今天